国务院总理李强 31号上午在京会见 来华出席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 并访华的格鲁吉亚总理加里巴什维利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日前同总理先生成功会晤 为新时代中格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中方愿同格方 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 加强经贸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更好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 加里巴什维利表示 格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加强合作 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会见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加里巴什维利访华期间 中格双方发表 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归亚纳总统阿里 7月31号中午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场合作文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场合作文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场合作文件